你可能不知道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的黄瞻,不仅是天才横溢的音乐人,更是唯一一个被两位顶级功夫巨星揍过的倒霉蛋。 1949年,黄瞻随家人迁居香港,没多久就听说兄弟在学校被人揍了,他气势汹汹跑去出头,到了一看顿时傻眼,发现对方居然是学校的某人李小龙,表弟就在身后看着,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用着头皮上。 结局可想而知,不到几个回合,黄瞻变身很累累。 不打不相识,之后两人成为那莫女之交,后来跟李小龙过招式,让他吹了一辈子。 可能李小龙当时也没想到,爱他拳头的这位,竟然也是一位爵士奇才。 大学毕业后,黄瞻教了两年书,觉得太无聊就辞职去广告公司当助理。 一直以来,香港满大街都是洋广告和奥口的粤语配音,出出茅庐的他大胆突破,提笔就写下一句,人同马一开,好事自然来。 短短十个字便拉开了香港广告业改写的序幕,大涨国人志气,也让他一战成名。 他想,既然广告词自己能写,那歌词应该也不在话下。 1980年,顾家辉找他为上海滩填词。 没曾想,此时的黄瞻一闹肚子正在如厕,只能蹲坐在马桶上听曲。 黄瞻一听,词曲气势磅礴,将他瞬间带入异境。 闭幕片刻脑海中就攻落出了黄昏时分,马头,港口,江水起落的景象。 于是他奋笔集书写下了浪奔浪流,大笔一挥,从浪奔开始到写完最后一句,整个过程也就二十分钟。 可写完之后,他才突然想起自己还没去过上海,也不知道黄埔江到底有没有浪。 于是给两位上海行友打电话,结果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各执一词。 黄瞻转念一想就哈哈大笑了起来,我心中有浪变足矣。 小人都说只有他才能写出这么豁达大气的词,而真正让他家喻户晓的却是他浓浓的爱国之心。 1982年,日本公然篡改历史教材,企图掩盖亲眼的事实,国内民粪难评,时任永昌唱片老板的邓炳找到黄瞻想请他写首国语歌,可他很少写国语,又认为国语基本没市场,本来打算拒绝。 可是当他听说是爱国题材的歌时,他二话不说便一口答应,他联想到当时的时局顿时满腔愤开,笔下尽情地发泄着,很快就写下了我的中国心。 之后,黄瞻找到张明敏将这首歌交给他演唱,当时的张明敏怎么也想不到,这首歌将会改写他的命运。 然而在发行初期这首歌在市场上并没有翻出什么浪花,直到1984年香港回归进入道具时阶段,而恰巧春晚导演在深圳搭车时偶然听到这首歌。 扬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听后导演非常震惊,经过多风探许,终于联系上还不出名的歌手张明敏,并向他发出春晚邀请。 1984年,张明敏带着这首歌登上的春晚舞台,饱含深情寥寥几句,就唱出无数漂泊在外中华耳语等滚烫中国心。 瞬间击中了中国人的泪点,火遍大江南北,这首歌无论何时听都能令人心肠澎湃。 90年代的香港演艺界的空前繁荣,让黄瞻闷入了事业的巅峰。 1990年,徐克拍摄《笑傲江湖》,力邀黄瞻作曲,却殊不知,合作过程令黄瞻十分崩溃。 写歌是黄瞻曾大费周章地修改了六个版本, 但徐克都不满意,几经退稿后,黄瞻便从书籍中找寻灵感, 偶见乐迹中大乐必一四字,一时间恍人大悟, 所谓大音牺牲,化繁为简才是曲之大道。 于是,他巧妙运用了功、伤、绝、智、语, 舞音简单排练,并选到笛字、三弦、古琴三种乐器奏乐, 神曲沧海一声笑,横空出世。 古琴十足,又挥洒大气, 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 歌词豪迈潇洒,气势磅礴, 整首歌都是都光剑影的江湖, 充满狭气,豪迈壮阔。 骄傲的黄瞻改好第七版后,留言称, 这是最后一版,老子不改了,爱要不要, 不到徐克听后高度认可, 并拉来罗大佑与黄瞻三人一同录歌, 罗大佑一看都直呼了不起, 他发现这首歌用粤语和国语来唱同样合乎腔调, 洒脱豪放,尽管被后人翻唱无数, 可最经典的就属徐克、 罗大佑与他合录的那一版。 据说,当年徐克和罗大佑赶到黄瞻的录音室 为《笑傲江湖》录这首主题曲的时候, 他们刚唱完一遍,黄瞻就说录完了结束了。 徐克以为是试唱, 毕竟他还把歌词唱错了, 怎么也没想到, 黄瞻竟耻着大嗓门说, 《笑傲江湖》就是要这样, 继续在路就没了刚才的洒脱。 1991年, 两人再度合作黄飞鸿, 为了能够再创经典, 黄瞻苦思迷想, 钻研了二十多版《古曲将军令》, 再几番取舍后, 用两个多月, 男人当自强才得以出炉。 歌曲问世后好评如潮, 此曲间无疑不彰显着中华民族的自强向上的精神, 尝到甜头的黄瞻主动请鹰, 又找徐克配《倩女幽魂》的主题曲, 于是一场爱恨交加的合作再次上演。 当时, 黄瞻以七百块请了香港最权威音乐人伴奏, 却被徐克吐槽音不够低, 擅自花了一千多块整个音乐合成器, 另外加了个音, 差点没把黄瞻气死。 就这样, 在两人的争执不休中, 《倩女幽魂》三部曲的配乐完美收官。 后来黄瞻说, 与徐克的合作过程是痛苦的, 但结果总是好的, 一出手便整个江湖, 他一生放荡不羁, 才华横溢, 写歌两千多首, 首首都是无人超越的绝世佳作, 但这个写尽国家爱恨, 峡谷柔情, 登顶了香港流行乐团最高峰的文弱书声, 骨子里却是一个十足的老顽童, 亲过张国荣的嘴, 骂过华仔哥, 甚至还得罪过成龙。 有一次, 黄瞻在酒吧喝多了, 恰好遇到成龙和红金宝, 酒劲上头的他突然尿急, 直接对着成龙就开始扫射, 暴怒的大哥一把推开, 他刚要动手就被红金宝拦下, 而黄瞻则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扬城而去, 酒醒后的黄瞻赶紧向成龙道歉, 并且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歌, 而这首歌也成了电影警察故事的主题曲, 黄瞻一生活得十分潇洒, 被公认为真性情的他, 连成龙、金庸、滕永林、 刘大华等大腕都敢得罪, 照骂不误, 张国荣偏偏公子当如是, 他还为张国荣主演的影视剧 创作过多首主题曲, 最经典的应该是英雄本色的当年情了, 后来千禧年后, 郁郁流行音乐开始衰落, 已经年近六十的他身体也每况愈下, 于是他放弃工作开始做起了学术, 更加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此时的他已经患上癌症, 他虽身体虚弱, 但始终笔根不出, 一篇论文写了六年, 洋洋洒洒十五万字, 几乎涵盖了他毕生 对流行音乐的思考和理解, 最终他在62岁高龄, 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 拿到了博士学位, 怎奈天不假年, 2004年, 一代音乐奇才黄瞻于是长辞, 他外在风流狂放, 内里却是敬畏谦卑的文人, 时至今日, 江湖浩渺也已烟消云散, 只是可惜再也找不出一位 像黄瞻这样至情至性至真的大师, 黄瞻一生写过两千余首歌曲, 谱写出无数经典, 斩获了无数殊荣, 号称歌词鬼才, 与武侠泰斗金庸, 科幻鼻祖泥矿, 石神蔡兰, 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 真可谓香港失去了黄瞻, 正如盛唐失去了李白, 大家对黄瞻是怎么看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